很高興可以來這邊跟大家一起合併 那我們還是朝著聽球 然後往最高榮譽去發展 去年開始葉君彰的身份有些許改變 他接受異大犀牛的聘雇成為副領隊 不過因為跟印第安人還是有合約 所以他先透過網路密切掌握球隊狀況 現在網路還蠻發達的 其實就是用LINE還是電話 其實都還蠻簡單的 其實沒什麼距離感 就是有問題的話就可以隨時打電話這樣問 16年的職業球員生涯 葉君彰對於台灣棒球環境非常了解 而在美國所學習的觀念還有經驗 則是讓他從更多角度來看待職棒事務 帶什麼其實是把一些觀念經驗 因為其實亞洲比較欠缺就是比較 凡是會比較複雜化 打棒球本來是很難嘛 那如果你再讓他更複雜 我覺得這對選手來講是一個負擔 那我是希望把這樣子怎麼樣讓選手可以簡單了解 然後類似這樣的東西我覺得可以傳到台灣去 我覺得對台灣的選手來講是有幫助 葉君彰當初選擇赴美擔任教練 擴展了棒球視野 而四年旅美教練生涯也收穫滿滿 他也期盼透過更多交流 打造全新的一大型母隊 開會 沒成功 打 ring 打得る 沒成功 打風 打風 成功 打風 打風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